欢迎收看文件时刻 今天全台湾都在等待一件事情 等待柯文哲现在已经移送了北线 柯文哲今天晚上 他到底会不会收缴 我们看到今天简连两个单位 他们兵分欺务去搜索了柯文哲的办公室 就搜索了柯文哲的住家 而在这边有两个被告 有两个证人 两个被告 我们看到柯文哲根本正是在这个不令人意外 可是两个证人却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 第一个证人居然是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 另外一个证人 竟然是彭正生的老婆 这两个老婆到底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现在起诉的 这个按照现在侦查的过程里面 他明显的违反了贪污市罪条例 贪污市罪条例如果你是第六条 你是徒例五年以上 但五年以上看起来北俭并不满足 北俭除了徒例之外 他现在要积极的查金流 而积极的查金流竟然将陈佩琪 还有彭正生的老婆给勾集了出来 勾集了出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金流来往的时候 那现在柯文哲面对的不是徒例 不是五年以上 而是十年以上无期徒刑 真的会走到这一步吗 还有陈佩琪过去我们都认为 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医生 难道在金华生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在柯文哲所有的弊案里面 陈佩琪扮演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色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起来 别人的大方首领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 您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每一道电视报都大胡子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的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的张雨萱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的李玉峰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民党的台北市员李延峰 大家好 好 第七位是资深媒体的黄远翰 今天 我最惊讶是什么 今天找了两个被告 今天找了两个证人 那两个被告刚刚讲的 你今天是柯文哲跟彭生生 我并不意外 今天居然的证人是陈佩琪 还有这个所谓的彭生生的太太 我就发现我好像在看戏 我好像在看威龙闯天官 那五千两黄金到底在哪里 房子买多少钱啊 花了五千两啊 你居然拿五千两是道歉男人 你不要听他的 我哪来的五千两 你没有五千两 那五千两连我都不敢说 你竟然拿去道歉男人 那五千两我一分钱也没花呀 你还没用大谎 三西部阵五千两你没用过 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 没有病啊 三西部阵的五千两在我房里 三西部阵的五千两在他房里啊 好 说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 九点五十六分 九点五十六分 刚刚讲陈佩琪 他怎么以证人身份 对 以证人身份之后 刚刚讲在廉政署里面 待了七个小时 待了七个小时又到了北县 刚刚被请回 对 可是以前我从那边我看过被告的老婆 竟然是证人 而且被征询了这么久 那你刚刚讲 你不是查金华城吗 那金华城关陈佩琪是什么事 而且看到 现在金华城他已经列为是所谓的 这个台风自罪条例 已经是所谓的图利罪 图利罪看起来已经非常明显了 已经是五年以上 你说五年以上不能满足卑健 而且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就是 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收押 保险今天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 全台湾民众不止全台湾 全世界其实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因为台湾第三大党的领袖 被人家搜索 这个扣者也是沿着说 会酿成一个政治风暴 虽然他就这样子跟你降下 所以检调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他目的今天一出窍就是要让你这样 要你被收押 所以要一箭封喉 对 尤其是今天早上 你看时间多么赶 保险你仔细来看 从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印小卫被裁定收押 吴顺民财定收押 沈经厅财定收押 凌晨4点05分 结果早上6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柯文哲的家里面了 北检不要睡觉吗 对 连政署不要休息吗 你这个时候一忙到 凌晨4点05分之后 6点半就跑到柯文家里了 对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保险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次是兵分七路 而且都是重要的检察官带队 譬如说在柯文等他家的时候 是由中组的主任检察官 江争宇带队 另外还有连政署的副署长都去了 所以这次去 又是要 绝对要让你一刀锋 绝对要让你 可能今天晚上 走不出来的一个状况 可是刚刚讲的 现在柯文这来讲 你现在是财务支队条例的 土利罪 土利罪刚刚讲的 现在不是很多构成 要件都已经满足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干嘛还这样的 风风火火地办呢 那以前有这样 风风火火地办吗 你说搞了半天 他针对财务支队条例 第六条土利不满足 他要把他搞到第四条 搞到第四条就是 你有职务收费 有职务收费叫有金流 有金流 柯文哲 就进去出不来了 而且我问你 如果今天这么大动作 然后柯文哲都跟你嗆声 最后只有说 土利罪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检察官们 要的目的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 他们现在要的就是说 可能如果查到金流的时候 是财务罪里面的 收费的重罪 用这样来办柯文哲 否则你目前为止来说 土利罪本来就可以办他 或者说他的背信 在木可公司里面 就可以办他 但是检察官今天这么大动作 兵分欺入 同时还找了彭震生 还找了柯文哲 还有他们两个的妻子 目的要做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 陈佩琪一定是最了解 所有金流的人 我只要把陈佩琪的金流 他愿意说了 把它弄得清楚的时候 如果金流兜得出来 因为现在另外一边 已经有金流了 所以金流只要兜得出来的时候 或许柯文哲收费的 这个案情 就有可能会有眉目出现的时候 陈佩琪不是只是一个 单纯的联谊的医生 在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要查清流 我需要知道陈佩琪 我要知道彭震生的老婆 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我们看到 最近非常多的讯息 跟陈佩琪是有关的 这个之前为什么会 是传说他去买豪宅 而且买豪宅是1.2亿的 1.7亿的 2.4亿的他也都看了 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了 别人是东市买巨蟒 西市买安街 他不是 他是东市买豪宅 西市买商败 豪宅商败少宅 他都看了 你到底有多少钱 还有刚刚讲到的 现在确定的4300万 也传出来说 4300万的商败 到底是柯文哲去看的 到底是柯文哲去签的 柯文哲去谈的 还是陈佩琪去谈的 对 刚才宝贤 讲到非常多重点 所以这次的陈佩琪 下日去看法 就没想到 酿成大祸 为什么酿成大祸 因为第一个 现在目前为止 检察官很明确 很清楚知道 他有没有去看豪宅 有没有想买豪宅 检察官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之后 问你说 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些钱 你的钱从哪里来 对 他只要这样就知道说 那你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只要把 陈佩琪的金流 你那些钱从哪里来 然后这4300万 你知不知道 或者是说 宝贤 450万 木可的钱 你知道最后是 陈佩琪一笔一笔 10万块汇出去 把它捐出去的 木可也是陈佩琪弄的 刚才讲的 木可给了柯文哲 所谓的450万的销项费 或者是权利息 对 最后是由陈佩琪处理掉的 所以陈佩琪在这个案子里面 当然相当重要 那我们就讲 今天检察官们 这个兵分欺录里面来说 你看 当然除了这个 柯文哲他们的家 然后民众党的党中央 还有台坡大楼之外 甚至连彭正生 他在高雄的住家 台北的住家 办公室都被收 所以显见 现在的这个检察官来说的话 他认为说 可能案情 这个原本不是 或者已经不是彭正生讲的 因为原本 这个彭正生讲完之后 现在已经有这个应小威 还有包括说 像这个沈静晶 他们相关的证词之后 再来的话 这个案情会兜得越来越聋 然后把他们两个的服务人 都找过来之后 这个两个的服务人 都是要查什么 都要查金流 那查金流 那你知道吗 今天检察到底是 做么大众多 保险上 到第一个 到这个柯文哲家里面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 6点20分就到了 按门铃之后 没有回应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他才能够继续 他们才能够进去搜索 然后进去搜索之后 保险你知道 其实柯文哲家并不大 大概40 50平 就他们在里面 居然搜了4.5个小时之久 你在拆房是吗 对 他们搜了非常非常久 搜了非常久 为什么 因为搞不好 这里面是不是有金流 我们不知道 所以目前为止 搜了4.5个小时 另外一个 在台坡大楼也是一样 保险在台坡大楼来说 就柯文哲的办公室 他们带走什么 他的这个主机板 主机还有他的纸箱 而且他搜到多仔细 他们连那个三楼 他目前还在这个 中央中间的这个办公室 他们都跑上去 跑上去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都搜了 非常非常仔细 那至于党中央来说的话 其实就没有怎么做 所以你看目标是什么 柯文哲 只要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跟柯文哲的住家有关系的 我绝对都会给你 搜的仔细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时间点 非常微妙 大家想到原来 他们有一个计划 本来就在28号要发动 也就是828计划 828计划里面就很清楚 就是跟随沈靖金 因为沈靖金抓到了以后 刚刚讲 缤分43路 缤分43路是把沈靖金 所有的子公司母公司 孙公司全部都查清楚 查清楚以后 这个金流开始进行勾集 勾集了以后 我有了沈靖金的钱 再加上柯文哲的这边金流 我要Bingo 我要等于把你彻底毁灭 而且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是往前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事实上这一次 所有金华城的 这个所谓都省委员的话 最后一个人是9月3号约谈 所以原本9月5号 才要约沈靖金 但是没想到 应小卫在这个时候 他要跑了 要跑了之后 当然828没办法 就赶快要查沈靖金 扣留了应小卫 查了沈靖金之后 辞呈被迫往前推之后 那就传出来什么 抱歉 最新不是今天早上 传出一个消息 说陈佩琪明天要到美国去 所以他这个 这么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今天能够不赶快出动吗 吓死了 然后他们现在认为说 如果放任这个柯文哲 在外面的话 搞不好还会进行穿供 所以目前为止我就讲 如果按照这样的办法来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再深压进监 否则来说的话 恐怕这个案子来说 水落石度的可能性 就会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讲说 这个对北剑来讲 其实是一场硬仗 刚才讲 沈庆金他是一个财团 他是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干嘛 你可以请很强的律师 就刚才讲 他居然把以前特征组的律师 都找来了 现在大家最后的神拍声 今天非常清楚就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北剑 一定会生压 可是你压不压得沉 那就变成关键了 所以现在都是王牌进出 王牌进出 对当然我们到简连这边来说的话 中署 端署 还有包括说简连的这个调查官 全部都是重兵集结在这边 另外当然他们也请了非常多 像包括说像 郁小薇的这个庄政律师 包括说像这个岳芳儒律师 甚至像胡元龙律师等等 这些人都是重兵 甚至连柯文哲请的律师 也都是强棒 所以他现在双方就是 先拼先 也就是说 今天到底柯文哲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相信今天晚上 大家可能都夜不成眠 因为大家要在等最后的结果 好 无头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对你道歉 因为你准备讲说 在今天七点的时候 北检就会行动 大家又在唬烂了 就搞了半天 时间地点都被你讲对了 讲对了以后 我现在非常好奇是 柯文哲会不会压 柯文哲压不压得了 柯文哲现在人 已经要准备送到北检 你送北检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晚上 柯文哲的人跟卷 应该就要送到台北地方法院 那这个时候就是深压的这个 深压的这个要求 今天一定压 台北地检署一定提出深压的裁定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 那最后要送到北院 那台北地方法院 应该今天晚上不会开庭 因为太晚了 就会变成明天要开期压庭 对 所以我先把这个态度 先讲清楚 一个是台北地检署的态度 要提出深压 提出深压 那明天由台北地方法院 要来开这个积压庭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深压很有可能会通过 有通过的理由在哪里 我先讲 今天我发现 全部的案子集中在一个案子 就金华城 金华城 没有谈其他案子 没有北枝科 都都没有 没有国财市场 全部都没有 也没有台枝科 这样子为什么 因为金华城比较容易 激压 比较容易激压 激压成功率非常高 所以他们集中火力 做这一个案子 所以我先做单点突破 对 那这个突破 人家手上以后 他慢慢掉了 后面的案子一个一个来 累积起来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现在讲说 为什么他会通过的理由 首先第一个 北建所上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一定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定不是我们已经 新闻所讨论的 一定有一些 他有把握的东西吗 但是我要说明 今天的台北基建署 所侦办的方向 还是图利罪 违背 就是违背植物的图利罪 那这个东西就是 五年以上 的有期徒刑 但是五年以上 就代表说 我还没有查到金流 应该 不是 没有直接的金流关系 还不清楚 金流应该还不是他的 现在还 掌握力还不够 我认为应该这样子 有 可能掌握力不够 所以才昨天 昨天才羁押了沈青晶 跟易小威 那沈青晶跟易小威 我认为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 他就会突破了 因为那个他们 他们那个 他昨天不是写了一封信吗 对 告诉这个公告 公告周知啊 说这个他不收 他不送红包 沈青晶不送红包 柯文哲不收红包 不收红包 他就等于告诉柯文哲说 我不会摆你到嘛 我不会早讲出来嘛 但这个东西要跟他的意识力做对 要对抗 那如果他发现沈青 那个柯文哲也被收红的话 那这个意识力就崩溃了嘛 所以今天收红柯文哲是打垮 沈青晶的这个意识力的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他妈你也进来了 他都进去了 你进来我跟你 而且你老婆变证人了 对 那我何必跟你去 去维持这个兄弟承诺干嘛 你没有意义的嘛 对 他认为这个骨牌已经倒掉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要积压柯文哲 是这个案子突破重要的一个要件 那为什么会成功呢 东西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要乱讲话 但我光讲这两天的反应 我认为拿郑文燦的例子来看的话 就一模一样的事情 在这个本案发生 什么事情 他昨天柯文哲开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众大会 对 他请他把他所有的党工职 全部秀出来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秀鸡肉大会 他秀鸡肉给台湾政府 给司法机关看 我有那么多立法委员 那么多人 你你呛赌 还有小草 我昨天我有动员小草 他就展现实力 为什么我说这个展现实力 这柯文哲就是聪明反辈 因为这个积压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什么东西 一个就是串供 串供 串供就是灭证 灭证里面有个要件 什么要件呢 他当了八年台北市长 如果你当了八年台北市长以后 你还有实质影响力 你的实质影响力可以影响这些 去还没有道案的同案 对 还没有道案的证人 所以你的八个立委 你的这些公子 你这些人 代表你是有力量的 对 代表你有力量 所以他这个是刚好反向思维 他不懂法律 所以黄珊珊是个好律师 我实在非常感到 这个越帮倒忙 越帮越忙 然后第二个 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 早上他照理论上讲 他应该跟检察官上车去走人了 结果在那边咆哮 在他家门口嚣张的那个样子 要代表什么 力量 还是power 然后第三点 你再看到另外一个人 黄国昌开记者会 对 也是一样批评政府 嚣张 对不对 也是在秀肌肉给大家看 挑战司法 那我是检察官 你这个有灭阵之鱼的力量 对 那我怎么办 我就跟他压了在讲 另外一个人看起来不重要 管长说要包围北检 要搞群众运动 那今天这个我承判检察官 一定非押你不可 我这个司法尊严荡然无存 你这每一个都是叫做 实质影响力的展现 所以这个展现的结果 把它害到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事从提到一个东西 他有亲友在国外 他有小孩在国外 表示他国外有依亲的可能性 所以他有逃亡之鱼 所以我就把它讲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创贡 对 一个就是创贡灭证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逃亡 所以这两个要件都复合的情况之下 检察官 那第一个要件 实质影响的这个事情 在桃园展现过 桃园的地方法院 最后不得不押郑文燦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理由 所以郑文燦现在在外面弄的话 我检察官办不下去吧 所以检察官为了要 让他的侦察作为持续能够进行的话 必须要提出生压正文燦 所以他这两天这么嚣张 这么傲慢去展现肌肉 反而害了他了 他以为是帮他忙 结果是帮倒忙 他把他的power在台湾展现出来之后 然后恐吓了检察官 检察官在为了要 为了要推动他的侦察作为的 顺利执行的话 一定几年提出这个理由 要台北地方法院要积压柯文哲 所以这个是他这两天的作为里面 对他最不利的部分 好 宇宙 刚才讲的 现在柯文哲跟检调 真的已经兵容相见了 已经大家都要一见封喉了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大戏就是 你到底会不会生压 生压会不会过 柯文哲会不会压吗 而且今天北检的态度 已经很清楚了 不但是要压你 而且我要彻底的摧毁你 跑来跟柯文哲一直自以为 自己是孙悟空 想说我会七十二遍 不管讲什么我会变变变 但是他犯一个非常非常大错 你知道什么 剪掉之后就是你撒下天罗地网 就算你再会翻 你也逃不出我的五子山 而且重点保留哥 这个天罗地网你知道 分成两层 一个叫做司法 一个叫做政治 换知司法是什么 当柯文哲昨天 召了不到大会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说 453授权金我会全数捐出 包括1300万 这个其实是1500万 我都不知道 这个我跟你讲 全部都财务长自己处理 但我跟你讲 钱汇到我的户头我才知道 你就犯了大气了 你知道为什么犯大气吗 因为剪掉今天是 刻意让你去召开 这个不到大会了 为什么 讲牌了 请问一下 背信罪当柯文哲拿450万的时候 侵占罪当柯文哲拿450万 成立了没 成立了 当然成立 因为他之前最骄傲的讲说 这里面没有一毛钱 进到私人口袋 结果没有一毛钱 进到私人口袋 一下汇了450万给你 而且不但450万 我刚才讲 这不是只有一笔 现在很多人讲 他不是一笔 他还有好多笔 保安哥都要跟你讲 不知者无罪 我不知道 李文娟自己会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 柯文哲肯定会这样讲 但重点没有用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事实上 检调早有系数非常多的理由 可以直接把柯文哲约谈 为什么他们暗定不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柯文哲一定会搞政治对抗 今天我没有跟你搞 有 马上在他家门 我跟你搞个政治对抗 而且不只这样 450万这个只是小条的 检调要的是什么 大金鱼 我才不要小虾米 包括我们讲的 金华城这个案件 你想想看 到现在为止 印小卫的4500要人 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有没有跟你讲 没有 托抗文哲是不是 最后了爆了 承认说自己去了哪里 逃租民 逃租民 去唱歌 去唱歌嘛 去被安慰 对嘛 那你太太有没有跟着去 否则为什么你太太也被约谈 去逃租民 这么一秘的地方可以干嘛 所以你不要误会了 检调早就已经算清楚 包括你讲审计金的好几亿元公关费 消失不见 我们讲印小卫的4000伙伴 消失不见 但最后去了哪里 就差一块拼图 这块拼图叫做什么 就是你这个自以为是 松空的柯文哲嘛 而且不只想想想看 接下来还有北市科 我们讲的 雨果市场的改建案 甚至是我们讲 这次的政治先进假案 换言词检调的天罗帝王 司法层次 我早就已经传变变了 但我现在要干了嘛 我要顾及到政治层次的天罗帝王 因为如果我知道你是政治对抗 你不会想办法说这都是政治破坏 这直正常的攻击 所以我必须要先用这些案件 比如说450万 1300万 4300万 买房子把你干嘛 还有把你丢在逗臭你 对 逗臭 先逗臭才能逗坏 先把你完全人口毁灭 所以各位 当我们昨天看完 柯文哲记者会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小草在家里都默默落泪 叫做阿伯真的没救了 阿伯真的毁了 因为阿伯自己理事先都断裂了 我们要怎么救他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今天出现在这个场面的时候 我跟你讲 检调根本不意外 理由是什么 当其实他们去的时候 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保健哥 你知道检调怎么进去了吗 按电铃 柯文哲根本没出现 就躲在里面 所以简单讲你就是抗拒嘛 结果他们是从绕后门之后 自己人把门前门打开 之后好不容易 最后才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才能完成搜索 但检调也有给他面子 因为他知道 如果说我们讲说 我们是强行进去的话 柯文哲会说什么 司法破坏 司法不公 肯定会用这一招 所以他们就在声明稿里面 检调说没有啊 他极度配合 配合 极度配合 你自己要上车的 对的 他只是早上睡过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柯文哲 会睡超过七点半 人家七点半就出门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你看喔 当他出来的时候 检调原本还想阻止他 因为柯文哲要干嘛 他说 我跟你讲不行 我要讲话 不行 让我讲话 就检调跟他说什么 请上车 叫柯文哲说不行 我想要讲话 柯文哲说不要 除非你直接把我带走 他非常凶寒 你知道为什么 柯文哲 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柯文哲很清楚 他现在唯一条活路就是 我要搞政治对抗 所以他说什么 他马上讲 好 我跟你讲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住要在野党出席 在住家办公室被搜索 我跟你讲 这在搞什么 他就是在搞政治对抗 他说这是执政党的动作 这是执政党吗 执政当局 对嘛 我们讲白 这是剪调 根本不是执政当局 所以柯文哲 当他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 请问一下检察官 知不知道他会这样干 当然 当然知道 所以昨天才让他唱那出大戏 反正我知道你今天就会这样来 但柯文哲说错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他说我是职上第一次 你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你之前还有一个人 叫做时代力量党主席 徐永明 徐永明是召你之前 在更早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什么吗 统促党上安乐 所以柯文哲不好意思 你不只总统大选是柯老三 你就连被带回去乐谈 你也是柯老三 好 回程 刚刚讲的 今天两个被告 两个证人 两个证人 大家跌破眼镜式 居然是柯文哲的老婆 是梅琪 另外一个是彭政生的老婆 怎么老婆变证人了 是 尤其是陈佩琪 我们实在话来讲 在整个金华城的案子 陈佩琪有扮演角色吗 没有啊 反而有真正扮演角色 跟他们去开所谓的便当会 的那个人是谁 黄珊珊啊 黄珊珊有变证人吗 没有 所以啊 我要是陈佩琪 我就想说 等一下 等一下 便当我没去吃 我没在台北市前 有的吃鱼 你没来没去 叫我给我扣去 叫我去做那批证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房子是你买的啊 房子是你买的啊 而且第二件事情 所以说我今天很真正 刚刚吴总讲 今天很单纯就是办金华城 我如果很单纯办金华城 这个金流 就是要跟金华城有关 所以你买这么多房子 是跟金华城有关吗 就是想说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喔 陈佩琪是9月底才要退休喔 她现在还是具有所谓的 公务人员身份喔 这个案子是简连请办喔 也就是有廉政署喔 廉政署办什么 公务人员 所以其实我觉得 她今天为什么以证人身份 被传去 有一种可能性 不好意思喔 陈医师 你们两个医生啊 之前去年12月底的时候 公布财产也才2500万 突然之间拿了 4300万元的一个现金 买下了这个房子 可以让我们存责布 让我们批拼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请她交代金流状况 好 陈佩琪是如果 我们现在假设 她是因为这个金流的部分 被请去廉政署 进行这样的相关的询问 那我问你 彭震生的太太 为什么也早去 对喔 我问你 而且在高雄 她说跑到高雄的住家 代表彭震生住高雄 代表她老婆住高雄 乖这个屁事啊 我跟你说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彭震生在所有 精华城扮演的角色 说三次会议我都没到 我莫名其妙被变成PM 我甚至有可能 好像大家认为说 你是要变污点真人身份 要来开始咬那个柯文子 对不对 那我就问 如果你真的这样子 在被强迫的情况之下弄的话 你太太怎么会在这时候 被传出来 而且是证人 所以如果按照柯P 跟陈佩琪的这个模式 那我想请问一下彭震生 你们最近有买房吗 你们最近有拿着现金 买房吗 你问他有没有买房子 如果没有 乖你太太 你太太还在高雄耶 跟你太太有什么关系 是 所以 所以不是陈佩琪在买房子 有很多人最近都在买房子 不知道啦 反正老闆嘛 他是市长 我是副市长 大家都一起吃了便当 我副市长没吃便当 可是奇怪了 如果说有一些资金的问题 而且这个案子到最后过了 夫人帮会相交去看家庭 可能不会来 因为高雄也真的太远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两个夫人 被传为证人的情况之下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查 整个案子的金流在哪里 那再来 你说柯文哲 大家会认为说 柯文哲你怎么出来 沒有 搜索了四个小时出来 说我会被紅色耶 突然之间就开始说 变成是 从司法案件变成是政治对立 然后就说实政党 你给我交代清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搜索了四个小时 你没有收到现金 所以现在 我觉得柯文哲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就是查不到现金 你没有拿到钱 可是柯文哲你也不要小看喔 你也不要低估检方办案喔 你太太 五月七号在脸书中告天下 我即将要退休 九月底退休 你五月十号就签约买房 捧着四千三百万现金去买房 五月十六号 你儿子的治疗公司就成立 八月六号 你们民众党的党庆 然后陈佩琪在贵党扮演角色 越来越多 所以换言之 这陈佩琪今天虽然以证人身份被请回 但显然对检方来讲 他是解开整个金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今天我们看到柯文哲人设完全的崩坏 跟你去举报说 他买了花没有任何贷款 现金四千三百万 居然买了 买了以后大家想 柯文哲那么忙 柯文哲可能自己去谈吗 现在都传说 那四千三百万买那个房子 谁去看的谁去谈的 最后可能只是柯文哲去盖个招 这中间难道陈佩琪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吗 因为陈佩琪讲 我是看豪宅 我是看办公室 我是看小宅 我都看了 所以陈佩琪的角色 他不是只有看 他还有买的这个角色 买了 我确定就是他买了 真假的 最后的关键就是柯文哲去办理过户 跟签名 所以去看的去谈的去协商的 就是陈佩琪 就是他的太太 所以为什么今天 他必须要先用正人的身份 进入到地检署去接受盘问 我跟大家说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你知道有多少绿营的支持者 准备鞭炮 要爆炮 今天要爆炮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柯文哲真的是现在全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 仇恨值最高的 我没有看过那么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也不是只有绿营的支持者 那当然绿营的支持者最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过去这十年 回想他2014年 他在参选的时候 很多支持者是怎么帮他的 他真的是 骗我们的钱 骗我们的感情 然后最后 再给我们抖一笔 再给我们嫌 你说 他们这样子的心情 吞得下去吗 吃我的用我的喝我的 什么都用我的 是啊 所以你看看 骗我们的一笔好 对啊 再给我们抖一笔 现在不是这样 政治渣男 大家都在等我们去发生嘛 那你说陈佩琪他的角色多关键 我讲几个 第一个 当然这个是金流嘛 第一个 政治献金 他选了两届的市长 包含一届的总统 他所有的这些政治献金 谁最了解 一定是陈佩琪 因为所有的账都在他的身上 第二个 补助款买房 就是刚刚讲4300万 我们一直要求说要公布金流 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存责 去买房 然后4300万汇出去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公布嘛 然后再来 金华城的这个案子 我就要问陈佩琪 今天有一个新闻说 连柯文哲的远房亲戚 都去逃租影园在唱歌 那你陈佩琪 你身为柯文哲的配友 这几年 你有没有去过 如果 远房亲戚都去了 你陈佩琪 可能不去吗 那你说 今天柯文哲 去这个 这个逃租影园 好像驾走咧 对啊 所以 人家爆料说 他根本不是像柯文讲的 只去一次 你自己去 你连远房亲戚都去 那你陈佩琪 到底有没有去 你陈佩琪 陈佩琪 跟陈佩琪之间 又没有什么 可以直接联系的管道 那再来 又是昨天开记者会 木可的帐 那最后 现在被发现说 有四百多万 又流到了 柯文哲的帐户里面 那你又怎么去用这些钱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 图利 跟 贪污 残酷二选一 如果假设 有找到金流 你又没有办法解释的话 那这样子恐怕柯文哲 就会面临所谓贪污的罪行 这两个是差非常非常多